鮮嫩馬蘭頭怎麼吃呢? 這就是一道非常下飯 全家都喜愛的香筍馬蘭頭 這味道很香喔 香筍炒馬蘭頭和豆干香菇炒馬蘭頭 好香喔!真下飯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來分享 怎麼做馬蘭頭這道料理 馬蘭又稱為紅梗菜 多年生草本植物 嫩葉可以作為食用喔 就稱為馬蘭頭 在中國江南地區常把它當為蔬菜 大多青草或是涼拌 與苟幾頭菊花腦並稱為南京三寶 馬蘭它喜歡涼爽濕潤的環境 每株高大約三到六公分左右 它是可以過冬的 您看我們這一片馬蘭 就是經過一個嚴寒的冬天 春天到來就自己冒出 許許多多的青嫩綠葉 春天萬物重生 是吃野菜的好食節喔 今天我們就摘了這個馬蘭頭 這個野菜是在我們自己後院 讓它培養讓它蔓延 所以到了春天的時候 它自己它因為可以過冬也不會死掉 所以春天的時候它又從土裡冒出來 所以很方便 這個是屬於一般很多人在春天都會摘的一些野菜 那我們今天做兩個馬蘭頭料理 又有新鮮的蔬菜可以吃喔 好 現在我們這個燒一鍋水 水滾了 把馬蘭頭放進去 因為為什麼燙馬蘭頭 最主要是怕它有一點苦味 所以我們把苦味燙掉的話 口感上可能會比較好 有時候小孩子不喜歡那個味道 所以我們稍微燙一下 所以我們很快的就把它撈起來 然後可以去過一下冷水 然後我們這個燙過之後 把水去乾然後切碎來 這個春天的真的就是很嫩 因為它很嫩牙 所以應該是非常口感非常好吃 我們一菜二用可以炒豆腐 然後另外一個炒香筍 因為今天我準備的香筍是買現成的 所以它這個香筍本身它的油脂含量已經蠻多的 所以我就沒有放油 本身馬蘭頭它這個菜也比較稀油 如果覺得想要口感滑嫩的話 油是可以加比平常燒多一點 這個熱了那個就可以倒下去炒一下就撈起來 現在我們炒熱了 然後我們就把馬蘭頭放下去 快炒 因為這現成的這個香筍本身就有味道 所以我們自己吃就不用說再加什麼調味料 我們只要就是把這個馬蘭頭 剛才過水的馬蘭頭放下去 快炒之後就可以食用了 這就是一道非常下飯 全家都喜愛的香筍馬蘭頭 原來的 很重 要再讓 universities 推anny 學 ա錢 你有過分 有話 他的目標 卡住 我們先把切好的豆腐放進去 把它扁 扁乾一點 扁香來 再來我們把香菇扒下去 我們把豆干煸乾一點 會比較香 我們放了一些香菇 增加香氣 其實你想要放什麼東西都可以 比如說你再加一點紅蘿蔔啦 也都可以 增加它的色澤 再加一點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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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個蘿蔔放下去 好 散開之後 起鍋前我們加一點麻油 蘿蔔香 這個味道很香喔 好 我們準備起鍋了 最後我們撒點芝麻 香菇炒馬蘭頭和豆干香菇炒馬蘭頭 好香喔 蒸下飯 希望您能支持offtalk輕鬆生活頻道 趕緊訂閱我們 謝謝您的收看